这件事神弦一定会给诸位一个交代的 牧生伤及低等灵兽无数 手段残忍 特消去祭司一职 在万佛星辰原地为死去的灵兽祈祷 孙女牧生 愿前往万佛之地为死去的灵兽祈祷 无祖大人 牧生十恶不赦 劣迹斑斑 是为人族的耻辱 无祖此番惩处 未免有失公道 他真以为自己有离弄的九条面 他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来自找死路 说吧 如你所言 应该如何惩治他才行 便为九等贱弄 余生不可修炼 并且终生差有耻辱定 叶楚月 你岂敢动死 便如小孩所言 将罪女牧生 便为九等贱弄 余生不可再修炼 终生差有耻辱定 且前往万佛星辰原地 为死去的灵首祈祷 小丫头 本座很期待 你问鼎五道颠的那一日 白护法 接下来麻烦你了 花腐师啊 你也是药师出身 看一看她的状况吧 花腐师 楚姑娘她怎么样 断了三条经脉 两处暂幅有裂痕 减伤处击脊椎骨 会落下病肝 松枝火脆皮 逆境突破强行战斗 早已超出身体复合 又承受了无阻之威 伤得很重 我先医治她 白护法 你们为我护法 不让其他人再打搅 你安心医治 有什么需要 尽管跟我们开口 星辰 该宣布考核试炼的结果了 邓志士 这次考核试炼 越楚越为救下数万弟子 孤身犯险 她又是成绩出色之人 不如等花服饰治好了她 再一并宣布结果吧 叶楚越的伤势很重 一时半会治不好 可能是一天两天 也可能是一个月 你们愿意等吗 我愿意 弟子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